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是Signature Bank 接着大家更吃惊的是一个拥有84家分行骗其全美国八个州的First Republic Bank 那段时间大家开始担心美国的银行倒闭风潮会不会形成一个风暴 后来变成是几家大银行 由美国的财政部联储会各方面出面 由大银行一个一个并购 Johnny Allen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今年的四月 大家不关心财经的问题 关心其他的事情的时刻 今年四月美国又一家中小型的区域银行 宾州共和第一银行又倒闭了 因此有好几个专家开始查 美国现在面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美国因为最新的科技的发展 不管是AI Zoom 大家对于商业办公室大楼的需求 大幅下降的结果 很多的商业房产 它已经比银行当时贷款给它的钱 尤其它的市值 比贷款给它的钱来得更低 所以很可能这几个商业房产都很可能变成坏账 所以大家认为在高利率的状况之下 这些公司最终就抛售掉 就不要这些房地产了 而一旦它不要这些房地产会形成什么情况里头呢 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经过调查 非常准确有282家 非常集中在4000多家美国中小企业银行 就4000多家 其中的282家 不是22家 不是28家 是282家的中小银行 因为他们业务过度集中在这些商业的房产的贷款 所以它有可能会带来新一波的中小银行的倒闭潮 那你如果是倒三家 你可以找JP Morgan 倒谁 一个一个任养 倒282家 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这将是美国未来经济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拜登完全忽略 只注意他自己选举 他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隐藏的炸弹 美国是地球上拥有最多银行的国家 大型银行机构除外 中小型银行就高达4000多家 是欧盟27个成员国把境内中小型银行相加之后 都无法气急的天文数字 而这个贷款机构数目世界之最的国家 正迎来新一轮的银行风暴吗 美国知名金融分析顾问公司Clarus Group 发布最新报告 警告全美4000家中小器银中有282家 因为业务过度集中商业房产贷款 加上美国始终处在高利率环境 双重威胁夹击下 导致这些资产不足1000亿美元的中小器银在账面上背负了大量坏账 因而面临沉重经营压力 报告内容进一步指出 尽管这些银行的账面状况尚未恶化到资不抵债倒闭的严重状况 但初步估计美国利率在这几年来大幅上升 让这些银行总共面临7000亿至1兆美金的未实现损失 因此估计最快在今年底可能会先有150家银行 因资本适足率低于监管单位要求的临界水位 而导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必须介入监管 2024年4月 美国出现今年以来首家倒闭的中小型区域银行 总部位于宾州的共和第一银行放弃与投资人进行融资谈判宣布倒闭 宾州金融监管单位随即介入 并谈妥美国金融控股集团富尔顿出面救火 全面接管该行位于宾州纽泽西州及纽约州32家分行 并承担其60亿美元资产 13亿美元借贷及其他负债 共和第一撑不下去的原因是利率上升严重损害银行资产价值 并导致信贷坏账暴增 这也让市场不禁想问去年春天的那场风暴又要上演了吗 去年三到五月短短两个月时间 从矽谷新创企业借贷首选加州老字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 到纽约商业银行Signature Bank 再到业务遍及全美八州共计84家分行的First Republic Bank 三家高知名度美国中小汽银 不约而同在美国启动升息循环 借满一年之际宣布破产倒闭 几款最终都有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介入监管 当中银行规模最大的第一共和更是顺利找到新买家 改挂摩根大通招牌重新营育 但三起事件先后爆发加上今年又有区域性银行倒下 无不凸显出联准会严重低估 自2022年3月启动暴力升息共计11次21码 让美国联邦基准利率自去年夏天后始终维持在5.5% 这个40年来新高数字带给美国银行的压力有多沉重 如果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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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今年3月 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赴众院进行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报告时 清楚表明联准会当然明白过晚降息存在怎样的风险 也清楚知道美国高利率环境造成的房地产坏账会导致银行倒闭 但强调联准会一再积极介入努力避免去年事件重演 但市场上仍有忧心言论 甚至是害怕40年前1980年代的处代危机卷土重来 当时美国银行并未提供房屋贷款 为了协助低收入者融资购物而成立的处代机构 在全美共有近4000家 时任联准会主席沃尔克就跟现在的鲍威尔一样 为了打击美国高通膨连续升息寄出重权 且是一股作气升至20% 因而导致这些处代机构所乘坐的固定利率房贷价值大幅下降 但同一时间资金成本也大幅攀升 导致必须支付更多利息才能吸引存款 当中形成的庞大利差 最终令这些处代机构产生大量亏损中置无力偿还 共计1000家宣告破产 并花费了美国纳税人 逾1600亿美元来收拾善后 美国中小型银行现在的总资产规模 与美国最大商业银行摩根大通旗鼓相当 均落在3.2兆美金 投资市场如今都在观望 联准会会不会因此为7月启动降息循环 打开第一闪窗 他又说话了 他是谁呢 他是美国商务部长Ramondo 那么过去呢 在提醒几往生之前 他曾经说 本来经济贸易是解决冷战最好的一个沟通管道 美国最不幸的是 他现在的经贸政策落入了鹰派的手中 指的就是雷蒙多 雷蒙多上次讲话的时候 针对的也是台积电 这次也是台积电 上次他在2022年年底12月的时候 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 美国的先进制程的晶片 有九成都集中在台湾 这是美国最大的国家风险 而在他之前是美国的中情局局长 对外表示中国很可能在2027年攻打台湾 甚至几个月到一年之内 之后台积电就在2022年12月6号的时刻 宣布他将在Arizona设厂 在今天宣布完毕之后 三个月 美国中情局局长 美国的情报总监都改口了 中国不会在短时间打台湾 要打的话也是十年之后 中国会以和平统一方案为主 只有和平统一方案 没有希望的时刻才会打台湾 所以到底他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的角色是报道 这次雷蒙多又说话了 再次对准台积电 他的目的是什么 请大家自己去思考 商务部长雷蒙多说 中国如果有一天拿到了台湾 掌控台积电 将对美国经济造成绝对会灭心的影响 而他这次再度提出 美国有92%的尖端晶片 是向台积电购买的 而台积电拒绝对那么多的谈话置评 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又针对了台积电 他是希望台积电再把第三个场 射到美国去吗 我们不晓得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所出的问题是什么 美国所出的问题是全球化吗 还是应该走回反全球化吗 美国著名的诺贝尔经理学长 得主Joseph Stiglitz 也是曾经美国推荐 担任世界银行总裁的Stiglitz 最近在美国的外交政策 期刊发表了一个专文 他谈到现在的问题 根本不是反全球化 是我们真正的欠缺全球智力 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Lemon Brothers Lemon兄弟倒闭 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风暴 根本不完全是全球化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全球的自由经济 什么叫做全球的自由经济主义呢 他说那就是全球自由经济 完全是一个剥销的经济 这是Joseph Stiglitz的最重要的话 他说自由经济就是垄断者的自由 剥销者的自由 剥销消费者 剥销劳工 银行剥销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才会导致全球的金融海啸 根本不是全球化 而是全球的自由主义的经济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提出来的看法就是应该某一个程度来讲 进行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政府 有一个全球政府还是回到WTO的类似的概念 但是可能比WTO权力更高 那在这个更高的一个情况当中 来进行一个全球性的治理 他特别批评了我们刚刚历经的COVID的疫苗 他说这几家疫苗公司 这是一个人类的重大的人道灾难 在这样的人道灾难里头 你当然要放弃你的智慧财产权 你怎么可以借这个机会赚钱呢 他批评最严重的是Moderna跟BMT 那像AZ的话是从一开始 他就放弃了他的智慧财产权 他一季只有三块钱美元 而且他充满了用人道主义的精神 希望进行量产的国家 一次就要量产两亿 你自己国家用完了之后 就帮助其他更贫穷的国家 可是Moderna跟BMT 却借这个机会来赚钱 他说这证明什么 证明不管是德国还是美国 他都是由他自己的国内的利益 来看这个问题 他根本就应该由世界卫生组织 要求他们放弃他的智慧财产权权 然后呢用非常便宜的价格 就像AZ的做法 提供给每一个贫穷的国家 由于全球化的一个治理 并不是用一种公平的角色 而是用一个剥销者的角色 在进行自由主义的经济 我们才会陷入所谓的全球化的危机 所以不要搞错了 不是全球化惹的祸 而是自由主义经济惹的祸 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史提格里兹 在最新一期外交政策发表专文 指出全球治理最近经历特别艰难的时期 所谓全球治理 是国际间为了有助于各国进行合作或行动 而设立的机构或规则与程序 涵盖经济发展 贸易 人权与环保 也就是一套根据规则制定的体系 但史提格里兹点出 这当中存在着深刻的不对称 因为强国不仅制定规则 而且几乎随意移植自己的利益 打破规则 据例来说 工业补贴是一种禁忌 但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 来确保强国会遵守协议 所以世人看到美国立法通过晶片与科学法 当中一些条款主张美国制造补贴 事实上工业补贴不仅是世贸组织禁止的 也违背了健全经济学的规则 所谓健全的经济学 指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neoliberalism is a term fo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associated with unrestrained free market global capitalism the term was popularized in the 1980s by Ronald Reagan, Margaret Thatcher and economist Milton Friedman and is still prominent today 问题在于 近几十年来设计的全球经济架构 大部分都是基于新自由主义 但所谓的自由 却意味着垄断者可以自由地剥削消费者 剥削劳工 银行也剥削我们所有人 导致时尚规模最大的金融危机发生 结果需要纳税人拿出数兆美元纾困 新自由主义拥护者倡导的自由 和不受约束的市场 并没有带来效率和社会福祉 反而加深收入的不平等 更衍生出2008年的金融海啸 这些都是市场造成市场加剧的 Critics of neo-liberalism argue that neo-liberal policies exacerbate rather than mitigate economic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they cite the effects of unregulated capitalism and the reduction or removal of safety nets typically provided by governments to support those who are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vulnerable 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 也会转化为政治权利的不平等 权利不平衡 意味着强国或一国之内的有钱有权的人 得以制定规则并牺牲弱者的利益 例如巴西2000年试图透过自家的开发银行 以合理利率提供其全球第四大飞机制造商 巴西航空工业资金 而被当时金融市场高得下沿的利率 世贸组织却裁决巴西的补贴计划 违反国际贸易规定 最恶名照章的例子 是新冠疫情COVID爆发后 100多个国家提议放弃 与COVID有关的智慧财产权拳时 却硬生生遭到拒绝 结果演变成疫苗 种族隔离 已开发国家拥有他们想要的所有疫苗 开发中国家则几乎一无所有 这必然会导致较贫穷国家 成千上万人不必要的死亡与入院 斯基格里兹警告 拒绝遵守规则会造成地缘政治后果 例如美国和其他已开发国家 正失去一些合作伙伴 这些都是美国在气候变迁 全球健康 解决乌克兰冲突 以及中美霸权之争中 需要的一些国际支持 在美国是世界唯一霸权时 确实可以为所欲为 但如今美国的影响力大受挑战 例如中国透过一带一路 比美国提供开发中国家 更多基础建设 华府还要求开发中国家 向其跨国公司敞开大门 但当这些国家要求这些企业巨拨 缴纳极浅的税款时 美国却并未展现支持的态度 那么全球治理究竟该何去何从 斯基格里兹说 在缺乏规则的情况下 丛林法则会盛行 但由于美国将失去许多领域 急需的合作伙伴 斯基格里兹认为 与其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之类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类协定造福的多半是 大型制药厂与大型污染者 他建议美国更应该签署 一些小型协定 例如共享知识 科技的绿色协议 促成永续森林 共同努力拯救地球 并制定一些限制欧盟和美国 利用货币政策来损害 其他国家经济利益的规定 因为美国一再借此 徒利自己伤害别人 为了在中美酝酿的新冷战中 赢得人心 华富需要利用其拥有的资金 向穷国提供援助 并利用其拥有的权利 来制定公平的规则 这个世界才刚经历了 一场可怕的全球性疫情 各国意识到之后 极可能再出现其他流行病 因而着手草拟预防性条约 然而在大药厂的影响下 条约中依然缺乏了 全球迫切需要的 制裁权豁免的规定 更别说允许生产防护装备 疫苗和治疗方法等等的 技术转移 史蒂格里茨相信 又鉴于新的地缘经济和政治 制定对穷国公平 慷慨的全球协议 将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 他说 即使是美国身为唯一霸权时 追求一种建立在垄断基础上 或在国家保护下的全球性议程 从来就不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 更别说是美国霸权已饱受挑战的当下了 联合国二七号 变迁问题小组 我们简称叫IPCC 最近提出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我们不要再从 A现象 B现象 A新闻 B新闻 来看所有的问题 比如说在德州出现了洪灾 比如说 在印度被称为叫系国的地方 他在那个地方呢 是班加洛市 他出现的是水荒 然后在越南 现在才只有 五月已经出现了44度的高温 这全部的现象 答案是什么 不适合人居住的地球模式 已经开始了 我们进入了这样的一个 不适合人居住的地球 而且会越来越早 在凶猛湍急的河水中 高速公路的路桥 如同脆弱的饼干 被折成了两半 巴西正在与自然对抗 2024年4月29日以来 连日的暴雨 引发了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洪水和土石流 拥有1100万人口的南大河州 辖下的500个城镇 有超过三分之二 受到重创 就连停机坪上的飞机也在洪水中载幅载程 巴西当局宣布 国际机场至少要关闭至6月 而十多万的南大河州居民 也因洪灾流离失所 这样的惨况和战争没两样 想意,很可怀 想象的事情 区域都会所有的家庭 或是200,300万户居住 离民地 现在加弦都 Comme所有人失去 我讀年夜期五时底 總統魯拉5月5日 在國防 財政 環境部長等 內閣成員陪同下 二度到訪當地勘災 南大河州州長雷特表示 災區需要如二戰後的 馬歇爾計劃來重建 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PCC專家指出 巴西南大河州發生的洪災 某種程度證實了專家 長期以來強調的論點 以及除了自然變化 人類活動也導致 極端天氣世界更頻繁發生 多年來塞拉多大規模的森林砍伐 提高了中部的地表溫度 高溫與聖音現象會合 形成了暖空氣 阻擋來自亞馬遜濕氣走廊 和南部的冷風推進 並擴散到其他地方 結果造成了近幾州 南大河州的持續強降雨 人類造成的後果 讓地球進行反撲 不只在巴西 美國德州也遭暴雨 洪水侵襲 死亡 our of their vehicle, which was stuck in raging waters. The man and woman survived, but rescuers located the boy's body hours later. 2 feet of rain falling in a matter of days. The ground so saturated this tree toppled in this Kingwood neighborhood after storms hit the area. And the San Jacinto River, swelling to nearly 78 feet above sea level, some 30 feet higher than normal. I lost everything, everything's flooded, everything's all my things. 5月5日的强降雨 让德州成了一片汪洋 该州254个县市 近90个都遭受洪灾 而这已是近期以来的 第12场暴雨 惨的是除了雨 至少有7个州 发生多达20起的龙卷风 灾难一波接着一波 你没事吗 风停了 阳光继续普照着大地 但外面已是人事全非 如果没有暴风雨 在暖化的天气中 可能出现另一种灾难 就是水荒 号称印度矽谷的卡纳塔克邦 搬家落市 当地气温在白天可标志摄氏35度 在往年这个时候是前所未闻的 而搬家落已宣布 全市进入干旱状态 2024年3月起 搬家落市就对医院外的大型公共设施 减少20%的供水 1400万市民只能用湿纸巾擦洗手和脸 部分学校因无法供水而停课 印度气象单位预告 一直到6月 天气将比过去更加炎热 且因季风渐弱 搬家落的地下水位和自来水将亮起红灯 2024年的4月 东南亚地区的越南已出现摄氏44度的高温 而印度和菲律宾也都在应对极端热浪 我们不得不接受科学家所警告的 不适合居住的地球模式 一经到来 在群球的金融海啸2008年发生了隔一 本来全世界由Al Gore 美国的前副总统高二 还有我们刚刚所说的 联合国气候变迁 政府间的这个小组IPCC 他们推动的是在 根本哈根所召开的 联合国的气候变迁大会 他们希望能够推动 大家重视全球暖化 可是所有的领导者去参加了 然后他们的内心想的都是金融海啸 所以那场会议仅是一个灾难型的会议 但那个灾难型的会议预言的 就是一个灾难型的地球 所以我们刚刚给前面的报道 是告诉各位 我们开始进入 不适合人居住的地球模式的时代 那你就这样放弃吗 让我们为大家来说 根本哈根的故事 根本哈根在那次举行了 气候变迁大会以后 就不断地改变他自己 现在他提出一个目标 他要做到全世界第一个碳中和的首都 就是零碳城市 怎么做到呢 不止没有废弃物 他们把焚化炉的屋顶盖起来 变成全年无休的滑雪场 接着他们把发电厂作为攀岩之用 让大家可以玩乐 接着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人都在屋顶里头 鼓励每一个建筑物都在屋顶里头 种花 种菜 而且大规模的 连室内的仓库 室内的办公室 全部都有垂直农场 不只是垂直绿色植物而已 而且是垂直农场 所以让你的食物的碳足迹 几乎都是零 城市能够做到彻底的绿化 而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永续性 那时尚更是把所有的废气物 变成时尚的主要的衣服的材料 这正是目前在哥本哈根真正的革命 让我们来到丹麦寻找一个未来的可能性 想象一下高耸的摩田大楼 点缀着郁郁葱葱的绿色花园 自然与现代基础设施无缝交织 并能在每个角落展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共处 这曾经是人类对于永续城市的想象 但如今已具体存在于北欧的斯坎地纳维亚半岛 尤其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这座建于12世纪的城市 原先是北欧的新兴贸易中心 及保护丹麦海上贸易活动的堡垒 在1880年自行车诞生之前 乘船运输才是常态 但自从下定决心要成为灵探城市 哥本哈根便积极引进自行车道 公共交通网也四通八达 并全面从柴油大力朝向电动车转型 它是全球第一个建立环境部门 并率先从1970年代便开始开发商业风力发电的国家 如今四分之一电力仰赖风能 就连著名地标小美人鱼雕像的背景 也是一座风力发电厂 一手打造这座永续城市的 哥本哈根前市长 Frank Jensen坦言 当初最艰难的起头 是零碳必须要让 再生能源与脏能源相互抵消 换言之 解决方案必须同时聚焦在移动 污染及能源三个面向上 尤其是能源使用 通常占碳中和计划的80% 为了要降低能源消耗 哥本哈根建立了全球最大 也最成功的地区供暖系统 透过管线捕捉发电过程中 剩余的热量 输送到家家户户 再透过港口的水加以冷却 建议减少建筑物冷却用电量 至少七成 而这些最新城市永续的解决方案 源自他们的智慧城市实验室 坐落在市中心 绵延两公里的街区 就是这个孵化器 成就了哥本哈根日后一连串的创意 放置一个厕所在厕所的厕所 在厕所的厕所 让它非常实际 我们在试试在这里 都能够在其他地方的地区 都能够在其他地方的地区 这是一个新型的技术 让它们可以认识空间的空间 20年前实现没有废物的丹麦 当局致力将所有物品回收再利用 天马行空的创意 甚至包括在焚化炉屋顶 盖起全年无休的滑雪场 或是将发电厂墙壁 作为攀岩之用 但这样的做法 起初也遭遇了极大批评 认为当局根本搞错重点 应该全力推广降低垃圾制造量 事实上 哥本哈根早已在这方面展现创意 像是有服装设计师 将原本已经要废弃的物品 重新化身时尚 秉持丹麦长期以来三大设计理念 实用功能性外加优雅 走出一片天 且为了要将城市景观 大幅从水泥丛林 转变成绿色花园 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屋顶种花种菜 甚至大规模在室内仓库 开展垂直农场 这是幼稚园 然后两个人在另一边 可以花15次亿 然后我们在14楼上 15次亿 14次亿 是210次 然后我们有250次亿 更加用的同一地方 比较为加密 丹麦明星建筑师 日前用享乐主义的永续性 来形容 哥本哈根走向绿色环保 所采取的这些 令人愉悦 且具有商业可行性的设计 而决定走上永续之路 也让这座城市 自2014年以来 赢得无数荣誉肯定 像是欧盟绿色之都 及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 当越来越多国家 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 在满足人类需求 与扭转环境压力之间 找到平衡之际 哥本哈根正树立一种新典范 试图告诉所有人 实现城市永续 绝对可以像骑自行车 一样容易 还记得前一阵女色列 当他们攻打了世界中央厨房 世界中央厨房说 我们通报了 你怎么还打死了 我们七个志工的时候 以色列自己提出来的理由 就是说我们用的是 AI的飞弹 事实上当时Open Timer 大家看过这个电影的人都知道 他们发明这些原子弹的时刻 他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武器 一个新的世界 而那两个最后被制造出来的 原子弹有名字叫艾子 到底应该取名叫什么 大家就开玩笑说 叫艾子叫胖子叫什么东西的 他们完全没有把这个武器当成 他可能一下子杀死多少人 等你发明出来之后 你希望能够进行和平运动 已经很困难了 而现在AI的武器呢 这一次美国在乌克兰战场 就开始进行了实验 以色列在整个对巴斯兰战争里头 也开始进行了实验 人类正式进入AI武器 也就是人们说 AI武器的Open Timer时代 一个新的武器 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最后用机器杀人 甚至人可能失控这个机器 而不该杀的人被你杀了 这就是一场补养 电力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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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的想像是恐怖的 他們不會恐怖它 直到他們明白它 原子弹的发明到底是激动人心还是令人恐惧 横扫今年奥斯卡的传记电影奥本海默 讲述原子弹支付奥本海默充满争议的一生 他在主持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时 内心挣扎于科学与道德的边界 甚至自己的发明可以拯救世界 但也会摧毁这个世界 如今人们对AI自主武器发展的忧虑 也犹如当年的奥本海默时刻 薰衣草是以色列军方一套未经测试的AI工具 能快速判断猎杀目标的时间必点及方式 而有37000名巴勒斯坦人被薰衣草列上狙击名单 乙军内部人士透露 薰衣草系统目前正在实战中快速学习自我完善 而乙军的理想目标是 成功猎杀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时 附带杀死的平民人数最好被控制在100人以内 披露这套AI系统的以色列调查记者 尤瓦尔·亚伯拉罕说 薰衣草在本轮乙军对加薩的轰炸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却几乎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7月7日 军队基本上决定了一个决定 这些十千万人 现在是人们可以在家中被爆炸 不仅仅是被杀了他们 但所有人都在建筑 孩子、家庭 他们明白了 为了试试做这件事 他们必须要靠着 这个AI机器叫Lavender 跟非常低限的人的预防 一本说是他觉得 他在作用一个锅针针针 在机制的决定 而一据AI的分析 一些哈马斯目标被认为不够重要 为节约成本 没有必要浪费昂贵的制导炸弹 打击目标所在的特定楼城 这在以哈战争的早期阶段 造成大量无辜人员的史上 用这个法律的主要 当你制作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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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制作了战争 在2017年美国撤离阿富汗 最后一个登机被称为 阿富汗最后一人的美军 第18空降师师长多纳修 后来负责乌克兰战场的 AI作战测试 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就说 乌克兰已成为美军的AI武器实验室 而纽约时报稍早披露 美文智能系统正在乌克兰战场 得到快速的训练和完善 这个AI系统能够将 微星、雷达、红外设备 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 汇总到一块银幕上 帮助揭入该系统的人员 快速识别打击目标 通过揭入战机或无人机等武器系统 人类指挥官只需做出 确认打击的最终决定 举例来说 只需让AI系统浏览一辆坦克的照片 系统便会定位出它的位置 无人机便可对坦克进行打击 而当前俄乌前线上空 随时都飞着至少一万架无人机 他们会将空拍资讯 回传美国美文智能系统 他们有一个照片 转它通过AI系统 它会告诉他们 详细地在攻击地位置 例如 AI模特兒 判断了一个可能性的攻击 那些资料 尽管帕兰泰尔公司表示 他们的系统遵循道德和法律准则 运行时 有人工监督 无法独立发起攻击 但有分析指出 制造完全制作武器的技术 早已存在 且速度正是战场上的决定性比数 像美文系统这样的平台 无疑加速地 持机器成为战场决策者的鼓法 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保罗沙尔 曾入选《时代》杂志 AI领域最具影响力 他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多篇文章 警告如果不对自主武器系统加以严格管控 未来人类的角色将沦为打开机器 并坐在场边 且几乎没有能力控制 甚至结束战争 这也是那些出身美国戏骨的人 故意对自己研发或投资的AI 进行反噬并严格监管的原因 技术正在赚上的速度 而政策在背后 我们面对严格、法律、法律、安全问题 如何避免生命和死的决策 如何避免生命和死的决策 如何避免避担避失和弱减 一场四月底在维也纳举行的自主武器系统 和监管挑战的回忆上 奥地利外长沙伦·贝格预众心肠 把谁生谁死的决定权交给AI 这比奥本海默时刻更糟 电影《奥本海默》里 借着量子力学教父波尔说出的这句对白 提醒着致力于AI军备竞赛的政客们 人类已经到了AI的奥本海默时刻 眼前的AI不是一种新科技 而是一个足以摧毁人类的新世界 谢谢收看今天文钱的世界周报欧洲版 以及文钱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感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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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